南宋年前 金兵入侵 中原大地战火不断 数十万中原百姓遭到金兵的杀害 冤魂无处可举 天天打仗 我们怎么活呀 哎 一日 观音菩萨云游到古苏城 看见人间疾苦 心生慈悲 决定师法超度 冤魂普渡终生 于是 菩萨化作一位妇人 手持杨柳镜瓶 来到冤魂集中的地方 用石头叠成树杖高的高台 然后家夫于石台之上 念诵 大悲咒 每念一千遍 菩萨 便用杨柳在镜瓶中 占一下甘露 洒向空中 然后继续送念 当地百姓看见妇人 在此地铸台念经 十分不解 议论纷纷 他这是做什么呢 念念有词 像是在念经 菩萨对众生说道 你们献受惊人欺辱 有数十万人冤死 这些亡魂三界不收 六道不管 流散 流散在外 我今天有缘来到此地 慈悲超度他们 所以方愿铸台 诵经四十九天 便撒杨柳甘露 使他们早日脱离苦海 众人听说 纷纷感恩 也坐在台下 跟着菩萨念大悲众 四十九天后 菩萨诵经击满 观音菩萨见众神发心 一起猖动亡魂 显出真身 此次战争不断 皆因而等平日 争勇好斗 不敬三宝 积累冤结 日后而等必须诵经持戒 礼敬三宝 乐善好施 众人纷纷败倒 齐声称呼 感恩阿摩 大慈大悲救度救难 广大灵感 观音菩萨救度我们 战争结束了 百姓 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为感恩菩萨诵经 救度大家 众人在菩萨诵经的地方 建造了一座寺庙 庙中 供奉着一尊观音菩萨 送经洒水的法像 也画了菩萨的宝像 在家中供奉 吃素念经 放声祈福 感恩菩萨救度的恩德 这次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水月观音